就灭亡了 有关夜郎国的文献和资料呢 也是极其的稀少 不过 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夜郎王这个井底之蛙的黑锅 说不定 就不用再背了 话说 湖南湘西古障县的墨戎镇 有一个古老而原始的村寨 名叫九龙村 村民们呢是世世代代 土生土长的苗族 村寨的后面呢 以这一道大山梁 上面分布着九个山洞 村民们称为九龙洞 这九龙洞和其他的山洞相比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奇怪的是 村民们一说起来 无一例外都是一脸的恐惧 这到底九龙洞里边有什么古怪 让村民们弹动色变呢 不仅如此 当地人呢还给这九个洞穴 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霸霸虫 为什么要给九龙洞取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 而这个名字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霸霸虫呢就是说老人家 老人 老人住的洞 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老人呢也象征着死人 是这个洞里一下就死了人 这个地方 已经这个洞呢 有一种给这种兴趣感 它的阴神 可怕 原来啊 这些山洞是埋葬死人的地方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人死了 不是埋在附近的田地 而是非要舍尽求远 千辛万苦的抬到这些山洞里面来 而且山洞里面的面积毕竟不大 可供放置的棺木也不会很多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才有资格能够享受如此尊崇的待遇呢 不仅如此啊 关于九龙洞 还有着许多离奇恐怖的传说 重达几百斤的棺木 在没有任何人触碰的情况下 竟然能够实隐实现 这事太玄乎了 莫不是这个棺木里边 装了什么机关 还有更令人震撼 当地人传说呀 在九龙洞的顶部 盘踞着一条长达百米的妖龙 他日益守护着洞里的王爷 每隔一百二十年才会显身一次 但是在他显身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看着他 如果有谁要是不幸看见了 必定会遭遇不测 他现身如果你看见呢 他就会出现死亡 有一位老人啊 九十六岁才死亡 他死亡之前呢 他就是建了这个龙啊 现身的 人回家大兵 九落大兵啊 这人就死亡了 这些恐怖的传说呢 有鼻子有眼 说的人呢 也是灰色灰色 就像是曾经亲身经历过的 让人呢 不得不信 所以九龙村的村民呢 平时很少会到山东里去 即便是上山砍柴呀 也是尽量绕道而行 其实呢 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神 生老病死呢 那都是自然规律 和妖龙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 可是千万年来 九龙村的村民们 却对这些传说呢 笃信不已 明知山游 天向山行 为了一坎究竟 记者决定走进九龙洞 来一个现场考察 在村民的带领之下 记者爬上了九龙洞当中 最大的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的位于两百米高的半山腰堂 就像是一张张开的血盆大口 洞口高约二十米 山洞并不湿 洞里面怪石林寻 是阴森恐怖 临住的两位村民 将记者送到洞口之后 就再也不敢前行 记者们只好壮着胆子 自行进入洞中 在山洞洞口最显眼的平台上 果然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不少 半遮半漏的木质棺材 虽然说早有实力准备 但是当这么多棺材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记者还是感到有些毛骨死了 只见眼前那些神秘的棺木啊 成了一字台略 数量多达十多句 有的裸露出来 又的埋在土中 方向的是坐西北朝东南 因为干燥 观众的都没有腐烂 哎 记者忽然有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 因为现在看到的这种埋葬方式很是奇特 既不是我们常见的土葬 也不同于古代百岳族的牙